弟子之前修炼了别的法门 因为自己没修好 招来病魔 最终放弃 但是幻想修 苦于无门 弟子知道修佛要不二法门 现在很苦恼不知怎么办 你学佛开头啊 开头你是一门甚入 如果开头就走不二法门了 你是上上根人 你是今天的慧能大使 那很了不起 在中国历史上 只出了一个慧能大使 慧能大使之前没见过 慧能大使一直到今天也没见过 那你现在出现的时候 那是非常了不起 你能够救世界 你能够救这些苦难众生 那为什么呢 你能入波尔法门 入波尔法门就是成佛了 那你现在是 你自己跟别跟外面人 是一还是二呢 所以要好好想想 我跟一切人 还是二不是一 你没有入波尔法门 你比如说是 你今天就在生活里面 苦乐是不是不二了 好丑是不是不二了 你要常常想这些问题 你是不是真能做到 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讲华严经 讲到第十二品 贤手菩萨 贤手菩萨还没有做到 波尔 他很快了 他在身一级 他就是波尔法门 他现在还在我里头 还没有达到 贤手是华严经 摄性为以 抵摄性的菩萨 波尔法门是粗诸一上 所以还要提神一级 波尔法门的时候 摄法界没有了 也就是 是法跟佛法是一不少 这个就高了 太高了 你能够走向这个下 再跟你说 生死不二 烦恼跟菩提波尔 你是不是都做到 我们的确望尘莫及 做不到 做不到 就从弟子归学起 这个才老老实实 这是凡夫没有法子 去学法身菩萨 去学祝福如来 谢谢大家